美日韓三國防長齊居一堂 正式簽署安保合作備忘錄 三邊高層將定期舉行會談 聯合軍演或是其他交流活動 就算各國面臨政黨輪替 改朝換代 也不會影響三邊的軍事合作關係 這次是韓國虧違十五年 再有防長出訪日本 舉行雙邊防長會談 日韓防長同意 加速雙邊的軍事合作關係 但這次更重要的是 美國與日本雙邊防長 與外長的二加二會談 美國在這次的二加二會談上 向日本表明駐日美軍的組織重整計畫 目前駐日美軍的上級指揮作戰機構 是位在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 美軍打算在日本增設新的司令部 作為日本自衛隊 將在明年春季之前 新增統籌三軍的統合作戰司令部的對口單位 而新的司令部 不論是平時或是暫時 都能指揮駐日美軍 是歷史性的一次重大突破 現在印度外長也已經抵達日本 美日印澳Quad 釋放安全對話 即將在二十九號舉行 想討論四國的經濟外交與軍事關係 靜新聞 張宜潔信號您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